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故事有趣味性 第三个呢 就是说 找一点知识 了解一所欲言 还有他的一些弦外之音 我们看 这我都是一句 一个句子 黑色的字 一个句子 白色的字 这样子好分 你不要说 这个一段 一段很长 到底几个句子 看起来有压力 就是我们把它句子 一句黑色 一句红色 比较好看 那你说不对啊 还有绿色 绿色是帮你的 这是一个句子 我们要去破解它 最重要的是 动词 动词是 英文每一个句子的核心 动作 动作表示意图 不是主词 也不是受词 也不是其他词心 动词最重要 表示动作 你说主词也很重要 主词只是一个 一个象征 一个名词 一个代表 真正重要的是动词 其实才是主词 所以动词呢 全部都绿色词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地区念一下 狮子跟老鼠 一种猬的猬 一纳猬 电子 突然完蛋了 猬猬的猬 漫楼梳 with the mouse imperiously entreated saying if you would only spare my life i would be sure to repay your kindness the lion laughed and let him go it happened shortly after death the lion was caught by some hunters who bound him by ropes to the ground the mouse recognized his raw nard rope with the teeth and setting free you ridiculed the idea of my ever being able to help you respecting to receive from me any repayment of your favor and now you know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even a mild the lion should benefit the lion 这个句子 当然它这个故事有点怪怪的 因为一所欲言它有很多版本 我说英文有很多版本 全世界各种语言很多 这里面有点怪怪 有些版本可能转移转入下载 摆在网络上的时候可能有些 支离破水 像这篇就有这个情况 像这个也是 这个就把它去掉 不用怪怪的 不管了 那这样看起来也算完整 所以这个有时候英文它整段整篇一篇英文也好 或者一本书一篇英文或者几段文章 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到 有的时候它有问题 有时候是可能传的时候就有问题 或者是有人改写或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经典演说也是 有些地方就出问题 所以当然这个英文程度好一点才看得出来 我们来看它的意思 A lion 意思是狮子 Awaken 因为它是逼动词后面 所以是被动词 这个醒来了 但是不是主动 不是睡醒 而是被吵醒 就从睡觉里面被吵醒 By 介细词表示被 被动的 被什么呢 被一只老鼠吵醒了 那老鼠怎么吵醒呢 就是Running 就是跑啊 在这个狮子的脸上跑 狮子本来睡觉 就是老鼠在脸上跑 就叫我们有时候睡觉 结果奇怪 脸上有蚂蚁啊 有蚊子钉啊 就一下子醒来了 用手一打 就蚊子跑掉 打脸自己 Running up 就是站起来啊 这狮子啊 这个很生气啊 睡觉睡一半 被一只老鼠在脸上跑 很生气啊 很生气的站起来 然后因为 一所欲啊 常常用理人话 理人话 把动物啊 理人话当成人 所以用he 不然动物应该用it 所以狮子啊 所以它用蓝的 公狮子啊 所以公狮子 是Lion 母狮呢 有一个单词 Lioness L-I-O-N-E-S-S 像老虎也是啊 一般老虎 就讲所有老虎嘛 可是 它其实讲 公老虎啊 母老虎是Tigress T-I-G-R-E-S-S 那Peacock 孔雀呢 它一般是这样 当然也是 孔雀所有的代表啊 但它其实是 公的孔雀啊 又Cock Cock是公的 那 母的孔雀 Peacan 所以我们这边 另外学三个单词 就是 母狮子 是Lioness 母老虎是Tigress 刺孔雀是Peacan 然后它就 这狮子抓住老鼠啊 也是理人话啊 然后准备要宰了它 一口咬下去 或者用爪子去抓它 把它抓死 然后呢 当这个老鼠啊 正当要干掉它的时候 这个老鼠呢 Peacan 就很可怜的 Intrity就求情啊 这都不是动词啊 动词是Cot 这个Intrity不是啊 这不是动词 为什么呢 因为它接了一个 接了一个时间副词 当连接词用 这种叫子句啊 所以很多动词啊 它吃要动词 它不是主要动词 像我们这边啊 绿色词都是主要动词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英文文法 不是很好人 常被都搞不清楚啊 这个Cot其实看起来像动词啊 Intrity的动词啊 可是前面才是主句的主要动词 后面持续动词啊 持续动词啊 持续动词三种情况啊 最常接就是用 有关系代名词来接啊 或者用连接词当中的 用连接词来接啊 然后或者是用那个 像这个时间副词啊 或者地方副词啊 它这个当连接词 有连接词的功能 然后后面接词 与之三种情况 然后老鼠啊 就求情 然后说呢 如果Spare就是饶了我 饶了我一条鼠命 老鼠的命 那我确定呢 我会repay 就是还你还你的恩情债 你看一点 就是你的大方啊 你的恩情啊 还人情债 叔叔一听 算了 不跟你一起叫 笑了 然后让他走了 It happened Surely 就是动词啊 那发生了 不久之后呢 After this 在这个事情啊 了掉之后 没多久了 运气不好啊 这个风手轮流转 狮子呢 所以英文里面常常啊 就像狮子应该小写嘛 但是你看 我说这个也怪怪的啊 这个前面小写 后面大写 这搞不懂 但有时候 英文里面啊 也可以啊 就不是专用名字 专用名字里面大写 或者是第一个字母 但有时候强调 强调 这个不管了 这应该是要消息的 比较好 就是这个狮子啊 Cot 被抓了 被一些猎人抓住了 呼 这关系 这关系代名字啊 绑了 Bell是绑 绑了这狮子啊 用绳子绑起来 绑在地上 那这老鼠呢 recognize 它这个意识到 它发现了 意识到 这个狮子的 肉 猴身 狮子被绳子绑起来 不高兴啊 大猴 可能有 呼朋一般 告诉别的狮子 说啊来救我吧 救我老鼠听到了 那就是 这个字啊 就是咬 咬 但是我们一般说 咬啊 这个动物来讲 用这个字多一点啊 咬 咬 这把这个绳子啊 老鼠的 老鼠的这个 牙齿很利啊 你不要看老鼠 小小的 其实老鼠有时候 不一定小 因为老鼠有好多种啊 外面有条老鼠 大的像兔子一样 但是我们说 家里看到的嘛 家里看到 也有分两种 一种 所以 英文里面老鼠有 Rat 也有Mouse 但是Rat 一般来讲比较大 可是这边有Mouse 用比较小 比较小 小老鼠要用这个 比较大 咬绳子不容易啊 所以他这个 英文怪怪的 用Rat 比较好 因为Rat 用绳子 因为是 这我是吹毛求疵啦 因为猎人去绑 那个是 一定要很粗 很粗的 绳子啊 要大一点老鼠 Rat 比较好 有可能咬 Mouse 用小老鼠 Rat 是小老鼠 Rat Mouse 是小老鼠 Rat 比较大 所以这个也 很奇怪 因为Rat 大老鼠比较好 就反正把他不管了 咬断了那个绳子啊 用他的牙齿啊 老鼠牙齿很利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镊齿啊 所以就是镊齿那动物啊 他牙齿不断地生长 所以他一天都会去磨 咬啊 磨啊 不然牙齿越来越长啊 所以很厉害啊 然后 把绳子咬断了 然后就让狮子 恢复自由 然后这边啊 引号就是说话 就是老鼠说了 Rat You ridicule 就是嘲笑 这个是嘲笑 嘲笑有个什么想法 就是我不可能去帮你啊 然后你 你也不期望啊 就是可以 从我这边啊 得到任何的repayment 就是 报恩啊 本来repayment就还钱了 报恩啊 你的favor啊 你的恩惠 那你知道呢 It is possible 这是可能的啊 就即使是一只老鼠 也可能benefits啊 benefits就是 恩惠啊 这边是动词啊 提供恩惠啊 提出恩惠 对谁比较好 就是 你现在知道 即使是一只老鼠 也可能报恩 也可能 对你这个狮子啊 这个 提出这个好处啊 就是会帮助你 所以他的这一篇的啊 那我们也可以讲 座右铭啊 也可以讲弦外之音啊 也可以讲他的 有什么教条啊 反正就是说 或者训会啊 反正就是重点啊 我们就说一个简要 一个摘要 所以这一篇的摘要 一个座右铭就说 小朋友 little friend 就不一定是小孩子 就是个子很小的 因为这个老鼠跟狮子 个头差很多 我们就说不起眼的人 当然 他的座右铭后来变人嘛 因为人很少去 一天到晚跟那个什么 动物师就是 后来就是 扩大成就是人嘛 人类社会 就是不起眼的人 小人物 他也可能prove 就是证明 可以当你 当你的great friend 伟大的朋友 当你这个 很好的朋友 所以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 有时候你给那个乞丐啊 给他钱 就乞丐呢 这家是发了 你说乞丐怎么发了 乞丐不可能发 高宝他有遗产啊 你说你是上师啊 老板啊 你说帮属相 属相可能 假立有事啊 你帮他一下 就属相呢 将来 高宝也发了 高宝他以后跳槽会哪里 又发了 高宝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有的时候就说 你不要看不起人家 当然你要对人家好啊 你对人家不好 人家也不可能报恩了 就说有时候 不起眼的 路上帮一个谁 或者看到谁 你顺手帮一下 或者说 哎呦 你跳水啊 这开玩笑 跳水你 这个你下去 富家千金啊 这原来是这个 这个是有钱的小孩 不一定啊 就说有时候 你对人家 帮助人家一下 他现在可能不起眼 小人物 可是 也许哪一天 要死来运转的时候 他会帮你一下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看不起 那小人物啊 你对他好 有时候 意外 有时候意外 他也以后 这个很难讲 也不一定是一个月 两个月 不一定 要搞不好 十年二十年后 他才帮你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就是 意思就是人啊 经常存有善心 当然 也不是说 因为我 我想他以后 一定会帮我 所以我下巴 不是这个意思 就你帮人家 就要忘记 帮人家就忘记 但是人家帮你 不要忘记 但是有时候 连带他 你帮人家 你忘记 事后 他突然帮你说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帮我 以前我是谁啊 你帮过 我忘记啊 所以人就是 你帮人家 不要去记 然后人家帮你 不要忘 输借输去 就当没有 人家还你 最好 没还就当 借钱 当然这一般不会同意 借钱 有时候借钱 就当做一半没有吧 因为这个人都这样子 借钱的时候 他比你急 跟你借钱 他比你急 还钱的时候 你比他急 因为为什么呢 借钱的时候 他就拜托 哇你不借钱给我啊 我这个玩啊 我家里没办法生活啊 求爷爷 高奶奶 跟你下跪啊 低声下去 结果说 我三个月还你 两个月还你 一个月还你 半年还你 不管 时间到了 我就该还我了吧 我现在也有一点困难 我现在也需要 哎呀 不是这样子啦 我是这样说啊 可是我现在没想到 我家里又出事情啊 或者有的更恶劣 他明明有些 哎呀 话不是这样说啦 但是我现在 这个也不是那么方便 而且就变成 你在求他 在借钱的时候 他求你 当然有人很爽快 时间没到就缓 到了很多 有的就是很奇怪 所以我们是 有时候借钱 你要看 看那个个性啊 看人 有的时候 你只是因为跟他熟 就会出这种问题 但有的人人格比较高 你借一下 没关系 所以这个借钱 很多纠纷 反正意思就是说 不要看不起一些人 有时候你帮他一下 也许将来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就大概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把它念一遍 这样你就知道意思 再念一遍 The lion was awakened from sleep by a mouse running over his face Rising not angrily he caught him and was about to kill him But the mouse speedily entreated saying If you will expel my life I will be sure to pay your kindness The lion laughed and let him go It happened shortly after this the lion was caught by some hunters who bound him by rows to the ground The mouse recognized and rolled not rope with the teeth setting free Your ridiculed idea of my ever being able to help you expecting to receive from me any payment of your favor You knew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even a mouse to benefit on a lion The other friends may prove great friends 我现在有15个 YouTube频道 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 这个我希望 你看我频道 就对你有帮助 的话 这种情况下 你能够 花个几分钟时间 报15个 YouTube频道 全不断订阅 这15个 里面有14个 都是教英文的 有一个是尝试的 这期讲这里